从台南的龙旗直到高雄的旗山与美龙 这几周精彩年年的活动 下次再旅行 这次就要带大家从龙旗一路玩到美龙 首先我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龙旗竹炭街 今年首度结合台南400城市实力巡回移动展 来场3D实镜美食秀 有趣的DIY咸鸭蛋和盆植草莓 还有夹竹炭比赛 真的是乐趣满满啊 接着还要来到旗山东九道之一 参加台卫镇农市集与跑车活动 跑车甩尾驰骑城 真的是超级刺激的啦 东九道之一园区内还有公益之家木雕展 仔细聆听南岛木雕公益之家主人 详细介绍木雕、茶叶与文创的结合渊源 最后就是来到美龙的重头戏 一年一度的水镇艺术节 邀请日本福岡福宇及其父美农的创生团队来到美农 三大日本文化体验活动 假日限定的台日创生品牌事迹 绝对不容错过哦 准备好了吗 赶快跟着沙子的脚步出发吧 哈喽各位大家早安 现在我人在龙骑哦 那我们今天呢会造访三处龙骑 骑山还有最后一站是压轴哦 就是美农的水镇艺术节 那在还没有前往这个骑山美农之前呢 我们第一站来到这里是龙骑的彩竹节 那今天的彩竹节很特别哦 有来自这个美食专车37区的美食巡回车啊 那我们现在呢就上去体验一下3D的骨骑美食专车 GO 竹炭骨骑美食专车 竹炭骨骑店 记得上一次去和平窑哦 这个和平窑的老板娘有说 好像是他必须要超过好像700度的时候 哦 竹炭里面的杂质消失它才会通电 噢 这个会亮耶 这是会通电的 不过我不敢拉回去哦 它好像会电的 台南400 城市实力巡回移动展 主要是结合无感体验展览车 餐桌上甚至还有可爱的动画 会送上各式各样的台南小吃 十分有创业的体验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不过也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制作咸鸭蛋 非常新鲜又有趣 经过农场主人的简单说明之后才知道 原来咸鸭蛋的制作原理关键在于红土啊 来 等一下 我要怎么解释 要怎么做 这个红土是308的红土 有加厨液 所以鸭蛋才会变咸 哦 对对对 它等一下是这个在搅拌这个吗 没有没有 这个包鸭蛋 红土包鸭蛋 然后再下去沾丑坑 这个是丑坑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米的倒壳 看 啊 这个是生的嘛 生鸭蛋 那它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会放到后来就变熟 因为红土里面加很多粗盐 哦 加盐巴就对 红土PH值比较酸嘛 哦 比较酸 所以它是这样子算是加热吗 还是怎么样 不是 包完之后嘛 放个20至25天之后 再把它洗掉 再拿下去电锅针这样 哦 所以这是锡 这是锡 包完它也是锡 那有什么 我们有时候这些是熟的 咸鸭蛋 熟的是因为 洗过之后 还要下去煮 啊如果没有煮的话 就是那个蛋黄啊 可以拿来把肉质 或是做蛋黄酥 好好好 了解 哦 原来如此 所以说不一样就对了 了解 好 我们这一站来到这里是东九道之一哦 这边今天有这个跑车秀 还有showgirl 我们赶快去参加 啊 狗狗 我们这一站会过的啊 比你10 哦 比你10 好酷哦 哦 我们这一站好酷哦 好酷哦 不然这一站好酷哦 比赛还可以 这就在这里 对 车子 对 好酷哦 好酷哦 还可以 好酷哦 而且这边 这边是用华丧 对 对 东九道之一 就位于骑山糖厂 今年举办台卫镇龙试鸡 结合跑车展与跑车赛 走在园区内 可以看到很多的超跑 也有来自比利时的特殊跑车 让我感到十分的新鲜 我们继续往园区后方走 便可以来到赛车场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欣赏玩家超跑 当超跑甩尾的英姿 卷起尘土飞扬 真的是超级刺激又惊险啊 也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我看到这一个跑车啊 轰隆轰隆的这个引擎声啊 真的非常的刺激 而且非常震撼 这是我第一次看的这个跑车比赛 为于园区内十分特别的木雕工艺之家 是有一位布农组的木雕师 陈俊宏所创的 南岛艺术工作坊工作室 从事木雕艺术三十多年 曾获第一届大敦工艺师 2006年获班台湾工艺之家 将自己的艺术作品再次展示 工艺之家的主人非常用心 结合茶叶文创商品与木雕艺术 在展产内 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木雕艺术作品 更可以品尝好茶 以及购买优质的茶叶茶包 我也是为了茶叶丹和古典名帝 跟丹开这个展场 你有试试吗 我没有试试 你这么难 可是为什么茶叶会跟工艺结合啊 因为工艺师是我大哥 对对对 然后他是我们是在地的岐山人 然后这个茶叶茶行是我们老家 就是我爸爸妈妈的事业 然后是我爸妈去修行的 然后就把这个茶叶关起来 然后留下了古早味红茶 因为我们的红茶卖得很好 全神都有我们的味道 那所以就 一直品牌就慢慢不见了 因为大家只是知道这个味道 那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说 爸爸的精神很可嘉 那时候68年的时候 这是爸爸自己亲手画的 那这也是他自己写的 对那因为 我想把他的精神留下来 然后味道留在这里 然后哥哥开了展场 因为他是做木雕 那这后面20年 他是研究原竹鱼木雕 哦 他15岁就开始做佛雕的部分 研究跟学习 然后后面这20年是 是专心在做原竹鱼的雕塑 然后他是我们台湾籍的工艺 大都工艺师 也是台湾工艺之家的雕雕师 那所以我就是想要把这个味道在漆上 让大家在这边看展的人知道这个味道 所以我也把博光玄霧 跟他自己做的大哥自己做的黑人参 这是当地的白玉萝卜做的黑人参 然后也我自己做的黑蒜头 这个部分 然后也是推广大家引识料的方式来进行养生 所以这系列的那个图腾就是延续这个 对 在里面的广光玄 这个光是爸爸处理性所画的 我把这个我把这个光的元素留着 然后其他在发展旁边的周边的图腾 然后这就是他自己的我们的复刻品 小巧妻美 然后可以这样做 很漂亮 这个代解世界人的 是 那这个是我 小小的小骄傲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要的很多 可是要的味道很重要 那所以我把乌萨味红茶 当做这种包装 那我们的物料非常的精致 而且它的成分非常的新鲜 好 都立立在目 然后呈现给大家 然后在办公室 就是在办公室就可以当茶包 然后你想你喜欢的味道 或是你可以当做冰品 然后直接做冷泡茶 嗯 然后那如果是家庭式的话 你觉得 你没想要更丰富的话 可以再用这种方式煮食 然后煮了一包可以煮3000cc 然后你可以加鲜奶或豆浆 当然你平常的饮品 是 好 这一站我们来到美农水镇 今天呢 这个美农水镇艺术节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把车子呢 停放在这个 这边算是一个水镇沟旁边的小路 那因为呢 会场前面呢 都是这个交通管制 比较不好停车 那我们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呢 把车子停好之后呢 就可以往这个水镇的会场前进 好 那我们就出发咯 水镇艺术节 这个市集就在前面 然后我发现这边美农有一些古厕 哇 还有这个三合院 古色古香的一些传统的建筑 都聚落在这边 然后前面也有那个中家麻吉 也是 非常有名的这个 客家麻吉 前面这一家就是中家麻吉哦 我们过去看看 立二十 任选三立五十 对 空香好吃 店腿 没有全部三章都是 这个 这就是超过的 能不能弄麻吉 这中转会 天然就会作成了 这些是鲜的 对 天然这更是鲜的 对 马机没有鲜的 好 马机就对 你要吃鲜的就这个 这个是鲜给 对 我们् equity 你不是又这个 不讀我 我就拿家��的 你借 這是什麼口味? 這是超娃粿 比幾間鮮料一樣 這是蚵蚵 這個是超娃粿 豬籠板裡面 哪一個?三個 那個豬籠板裡面包什麼? 這個是素的,這個是分的 豬籠板也是一樣 裡面包什麼? 一樣蘿蔔乾 謝謝 謝謝 我要拿一塊給你 好 十五個 一百五個 一百五個 不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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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哪一個 不要來 不要來 沒有 不要來 就是 不要來 都 你 都 不 菸事務所這邊的燈亮了喔 我們趕快進去 那個開花是比較好 哇,好多人 超多人 好多人 剛剛我們在水塵旁邊看到這種葉子喔 亮起來也是蠻漂亮的 我有看頭的 那我們現在在菸事務所 我們要走回去這個水塵喔 目前天色已經暗了 應該燈都已經亮了 果然燈亮起來 這個感覺就特別不一樣 而且搭配這個水塵的倒影 上上下下這樣子 果然是有亮點的 2024美濃水塵藝術節 今年的地景藝術作品 邀請到龍騎空山記的策展團隊 草飛火 打造主視覺裝置藝術 黃金夜夜 和南投中寮之役合作創作 海淨、續淨 並與月經港創作團隊 幼鄉學堂及李家傘 呈現美濃紙傘主體精神 燈之橋 燈之橋則是由在地美濃國中小 120位學生 共同打造的燈光設置 假日限定市集 集結了共50家 台日品牌與央光小市共同參與 包含美濃農村美食 福岡典型名產 以及各種文創小物等 濃厚的台日風格獨特的市集體驗 提供給各位夥伴參考囉 好,我們看完這個美濃的水塵藝術節 那我來說一下這個簡單的結論跟心得 心得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它這個周遭的這個燈光 搭配這個水塵的一個倒影 是蠻值得來這邊逛逛的 而且呢,天氣也不會很熱 然後游災的在這邊走路散步 然後買買市集,逛逛市集 是個不錯的選擇 推薦給各位朋友參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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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